现在我们可以用Scratch来画多边形 练习一个东西叫做画笔 如果在程式列这边有程式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滑鼠的左键把它拖到 这个程式区它就会不见了 下面跟着老师做 第一个我们还是一样 当绿器被点击 第二个在画笔这边有一个笔记清除 也就是说我每一次点下去 我就把所有画面的笔记都清掉 然后这边有一个设定笔记颜色 那这个笔记颜色是可以更改的 比如说你点到这个黄色的优标 黄色部分按一下 等一下笔记就变黄色 好那再下来设定笔记的宽度 好这边呢我们可以把它改出一点 然后呢开始画的地方呢 我们要定位第一笔开始画的地方在哪里呢 我们就动作定位到 X等于0 Y等于0 好然后呢 外观画的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老师再加一个笔记清除 然后 外观 这动作这边有一个面朝90度的方向画 然后画什么呢 好 我要无限次的循环 好 这个画笔画了50点的长度之后呢 接着我就右转60度 接着我就右转60度 然后呢 下笔 好 那我画一条线之后呢 每一次我都让它呢 等待一点点时间 然后再画第二笔 好 那如果你想要让这个坐标空间的感觉有坐标 请同学在这边呢 可以设定五台 好 这个是五台的背景 好 在这边呢 挑选五台背景 好 然后同学点到其他 其他最后一个呢 有一个sy grid 好 然后按确定 好 那这时候呢 你的五台背景就变成了一个有坐标的东西 好 那我们再回到城市 好 那城市呢 诶 怎么不见了 对不对 好 你要点到猫咪的城市 这个城市呢 是猫咪的城市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点绿旗看看 好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猫咪呢 很讨厌 一直有猫咪在这里 我可以按外观 然后隐藏 那么你一开始点选绿旗的时候 猫咪就被隐藏出来 我们再执行一次 猫咪就不见了 好 它就会重复画 六边形 那请同学呢 你也可以自行练习画 八边形 或者三角形 四边形 四边形 一边 阿田 阿娜 阿娜 紫 听闻 伤舍 有 伤舍 Anthony 感谢观看